各位早上好,欢迎观看四郎讲旗 这一盘是由演念君子点播的 2001年全国团体赛 广东许银川对河北刘殿中 比赛地点是在四川乐山 记得十几年前四郎还在上学的时候 寝室有一哥们儿 有一天把四郎拽到屋里 将门一关 牵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对四郎说 哎,郎弟啊 我的梦想和别人不一样 这么多年我就想一件事 能不能把四川乐山大坟搬走 让我坐那儿 听完这话当时我给他揍了 后来倒了啊 这小子用PS把大坟抠走了 把自己照片摆点上了 好了,简简单单说两句 咱们进入比赛 开局是一个中炮过河局队屏风马 许仙没有进骑兵 他是上的马 对手也并没有选择两头蛇 而是左马盘河 红方此刻进骑兵 这就还原了 北昆仑向三进五 补完之后心里踏实了 这回可要充足才狙了 红方走法很丰富 平局捉马 冲中兵 五九炮 横拘 取先选个老式走法 炮八进一 这招早在一九六零年就出现了 北昆仑充足采具 弄过来一逮 进马吃兵 这里你要是平局抓他也行 黑方会踩掉中炮 这个小族是死的 实战不想被换掉 平开 这貌似要打底势 黑方也不补 他炮八进五 要强行交换 许仙棋风稳健 他也并没有出手打势 补个相 炮换了 吃 换完现在红方中向踩着黑方过河阻 平阻就丢马 宝阻也不行 那你只能说进局砍了 这多难受啊 红方会跳马 再来一下踩尸王 来两下 砍底势叫啥 黑方亏大了 小族不能要 此处黑方的正招应该是退炮 红方用向持足 黑方就平炮过来 宝马 而现场 黑方也是这个思路 他是往前进的 红方持足 黑方平炮宝马 感觉这两个点差不多 别急 一会儿就看出区别了 曲线 左马盘合 黑方出去抓炮 由于黑方炮的位置太靠前了 红方可以走 马六进四 攻击点很多呀 踩着马 往上跳呢 又可以砍底势叫啥 还蹬着鞠 要是黑方的炮在这就没事了 那你现在要是说逃鞠 放这儿 宝马 红方可以先躲个炮 你要是跟过来 红方就平炮宝 没事 一旦说黑方要走个贤旗 比如说上个试 红方就可以落相了 黑方小马怎么办呢 被马炮攻击着 吃他 红方打狙 没准会换相 那要是黑方这样呢 来拆解一下 红方先打掉黑马 黑方你不能用鞠砍马 因为红方会炮轰底下 到时候这鞠丢了 他只能用炮打 现在就看红方能不能把这炮都干掉了 这挺有意思 红方可以先进炮打马 得管吧 弄走 这是比较顽强的 然后红方再将马退回来 打他 无根鞠炮 但是没死 黑方可以这样 飞龙在天 红旗跳马到中间 踩着象 吃着炮 还是没死 他可以收回来 红方也走一个飞龙在天 打他 咋办 这里需要说一下 黑方拱马是不行的 红方吃掉炮以后 这个打底下是个仙手 抽居的棋 所以他没时间拱马 再来看一看 不能充足 那他还得飞向 这个时候红方马五进四 叫杀 往这一跳 然后平鞠江 连死 这个中相走了 鞠灵活呀 你说黑方咋办 退鞠 看槽 丢炮 那我合计他只能说称氏了 这个时候 红方要把象落回来 还是吃炮 对面把炮架一拆 红方退马踩鞠 这回是必定丢子了 挺好玩 走到这个画面 刚才咱们深入了解了一下 近鞠宝马的变化 现场北坤轮直接砍炮 自己鞠都不要了 是这么玩的 许仙进马叫杀 踩着鞠杀着士 黑方一搏 红方登鞠 得子 对手做掉中兵一将 上士 他吃完之后得赶紧走结账 要不然红方把底势一端 再用马给他一踹 有鞠杀无鞠了 那能行吗 平 红方双鞠先连上 黑方退马 蹬一脚 红方捉一下 之后黑方充中足给马加根 其实在充足之前呢 有一个巧手 就是平炮 等红方出老帅以后 黑方再充足宝马 这个炮位置就调整了 这里如果说吃马 那黑方就抽鞠了 下底炮闷杀 红方只能用鞠抓 吃 再把这个像一端 这个棋黑方少一子 但是视像比较牢固 小组也不少 还是有盖流顶和的 回到这 红方捉马 北昆仑并没有先平炮 而是直接充足 许先是准备往上跳马 但是怕黑方打相吗 先连环 就是稳健 这要是三哥或者曹大师 估计直接上去了 虽然这个棋你拦不住啊 你说你平鞠 那红方给你对鞠啊 没啥用 他走自己的 足三进一 活马 红方跳 吃兵 再跳 浸泡 老帅先弄出来 下一步 马踩中足 下面黑方这个行骑顺序走错了 他应该是先跳马 如果红方还放这 黑方可以不管这足了 平炮打兵啊 你吃足呢 黑方进马连环 这棋还不错呢 子儿挺活跃 那咋个对比实战 他没跳马 先平足 那这出问题了 人家红方捉马 你不管不行吧 往中间跳 红进鞠再抓 黑方弄上来 看一下吧 红方鞠在这儿啊 可不是这儿 他能够对老江造成威胁啊 此时许仙 虎口献马 这就已经入局了 黑方不敢吃 红旗一踩中相就凉了 双局位置太好 想了一会儿 退局防守 下一步对手是更没有料到啊 许仙第二次弃马 卧槽一将 要是出将 那红方简单给中足一踩 大优 北昆伦直接干掉 红方后手是进局抓炮 同时别向腿 对手将炮一逃 许仙马踏连赢 这算是第三次骑马了 但这回不能迟 江义军落势 这边老帅露头啊 可以砍底势 双局错 那还了得吗 黑方只能对子儿 但不料许仙进马弃局 以战闭命 黑方投了 因为这个棋准确的说 不是红方弃局 而是黑方丢局啊 人家鞠坎底是有杀棋啊 鞠马双将 他只能够先出将 红方吃鞠吗 这棋下的真好啊 稳步进去 一点败招没有 关键还能走出一些妙手 请我们觉得精彩 就帮四郎点个赞 下期再会